各位在书奧林匹克運動比賽的跌跌情完完結束了 其中來自軍林代表中華隊參加3對3拿球比賽的無預警 因為有著輕鬆的地年狀態 主席感就相當的比數 一直到高中時受到高貴的幫助 加在這望上軍林拿球隊力合 他的構成漸漸改變也很加以拿球這項運動 並且成功內地選第十二文國趣味主席 在這場比賽當中要來提到當阿虎的金牌 頭過著小孩做回來實在這位四名雄家 國際第十二文比賽在日前往往結束了 當中來自軍林館代表台灣參加3對3拿球比賽選手無預警 因為煩有輕鬆地年狀態 主席感是到相當的比數 一直到高中受到高貴幫助參加望上軍林拿球隊 直到高生改變之外也對拿球三星興趣 並成功就算得出奧運算手主席 也在這場比賽當中拿到當阿虎的金牌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得到分數的感覺 就是當下還蠻開心的 就是感謝教練還有姐姐他們 那當然打籃球對我們有所成長 成長的部分就是意志力 然後跟耐力還有一些面對事情的時候的一個態度 那也因為牧小運的關係就是 把我跟我弟從那個貧困的家庭裡面 就是拯救出來的感覺 望上軍林拿球隊主要是希望透過拿球運動 來讓需要幫助的你們可以走出貨和學習 不會用團隊合作跟運動家的精神 當時也照到拿球隊的貨上鼓勵來建立自身 為這些人能搭造更好的未來 我覺得團隊的力量真的是很重要 大家一起吃苦啦 一起訓練一起陪伴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也在過程中其實我們一直鼓勵他 因為他其實在以特殊身來講 他是表現是非常好的 在我看見的很多球員當中他是很不錯 然後也很努力這樣 重點是很努力 所以我們一直鼓勵他去比較平常沒有機會的比賽 我們教會原則上是大部分是用音樂還有運動 但是我們專長是運動 所以我們就帶這些人來打籃球 因為籃球是一個團隊合作的 我們在培養一個團隊合作 將來他如果到外面工作的時候 也可以知道團隊是很重要的 經過望上軍人拿球隊的用心訓練 讓委員會可以立選15億拿球比賽選手 在比賽中為國家進攻以外 也改變自己的人心 接著等個身材方法 有一點兒 到達 到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